那记者了解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今年的9月30号 开通运营之后将开辟多条国内外航线和首都国际机场 形成双枢纽运行的格局 未来东航 南航 下航等航司将陆续搬迁至哪里 目前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空域保障能力已尽极限 航班时刻受到严格控制 而现有的北京南院机场是军民合用机场 基础设施有限 也没有继续扩大运能的条件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成后 作为主基地航空公司 东航 南航的绝大部分航线将平移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目前 东航 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基地也即将建成 要建一个大的AOC的运行控制中心 从这个大厅我们看到我们每一架飞机的动态 监控到我们每一架飞机的飞行轨机 也可以为我们所有的飞机提供地面的支持 厦门航空也确定 旗下的河北航空将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之时 首批进驻 首日直飞 而厦门航空将在2020年3月 一次性转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到2020年 下航将在大兴国际机场投入运力17架 2025年计划投入50架左右的运力 明镇所在该场建立民为IA 最新决定的形务变可以で 影额